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我們就已經來到講約書雅記了 約書雅記一開始 我們由一章到第十二章 講到有七年徵戰加難備 我們馬上進入了 精戰加難,事前當然有作戰的準備 他們原本就出了一級 來到米甸這邊 去到米甸之後,再上加底斯班尼亞 繞了38年的文文素記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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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到上面 去到摩亞的平原 準備過這裏約旦河 對面就是邪利哥 相對這裏來說已經算近了 所以前面是以色列人攻陷了阿摩利人的城市 即是攻到上去 上面有劉辩、加德和馬拿西半支派 最後是摩西臨終上尼波山 遠望加蘭的好地 約書雅記三章 耶華對約書雅說 從今天起 我一定會令到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 令到他們知道我怎樣和摩西同在 也會和你同在 你要吩咐台約桂的祭司說 你們到了約旦河的水邊 就要站在約旦河水裡站著 約書雅對以色列人說 你們近前來聽耶華你們神的話 接著約書雅就說 看阿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過去 到約旦河裡邊 因此你們就知道在你們中間有永生的神 並且他一定在你們面前說出加南人 嚇人 稀微人 比利西人 加殺人 阿摩利人 和耶布斯人 你們現在要從以色列支派裡面 簡選十二個人 每支派要一個人 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和約櫃的祭司 將腳站在約旦河水裡 那約旦河的水就是從上和下流的水 必然斷絕 立起城裡 百姓離開帳篷要過約旦河的時候 台約櫃的祭司仍然在百姓的前頭 他們到了約旦河 腳一入水 原來約旦河水在收閣的日子 已漲過兩岸 那就從上往下流的水 就從在極遠之地 撒拉旦旁的阿當城那裡停住 立起城裡 那裡就往阿拉巴的海 就是鹽海 下流的水全然斷絕 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 台約會說約櫃的祭司在約旦河裡的干地上站定 以色列人眾人都從干地上過去 直到國民進都過約旦河 上面這裡就是剛才所說的阿當的城 就是上面 而下面呢 就有這條約旦河 春季下雨 加上上游高山的溶雪 下流的河面最寬闊的地方 可以可達到一公里 那這裡就叫做十亭 對面就已經是耶利哥 下面就是個鹽海來的 那其實呢 我就可以這樣估 其實呢正正就是因為這個河水缺堤 而令到在山上的這個耶利哥城下面的地下水 可能就流過 所以也都令到那個城牆會倒塌的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因為那個泥土鬆軟 下面的根基就會不穩陣 這個是我的判斷而已 暫時也沒有任何根據 總之上面就有阿當的城 好了 那約櫃呢 也都象徵著神的同在 的 約旦河水呢 就是象徵著從老祖宗阿當流下來的罪 和肉體和罪的權勢 那麼 神的同在 之處呢 就是肉體和罪的權勢都退後 和崩潰 約旦河呢 就象徵著死亡 那麼 以色列人呢 就隨著約櫃 就去到約旦河裏面 象徵著與主同死的 那麼 以色列人呢 就和這個約櫃呢 就從約旦河裏面上來 也都象徵著與主同復活的 好了 那麼國民呢 盡都過了約旦河 耶華呢 就對約書阿說 你從文中呢 要簡選十二個人 每支派一個人 吩咐他們說 你們從這裡呢 就從約旦河中 祭司腳站定的地方 拿十二塊石頭帶過去 放在你們今晚要住宿的地方 那麼 以色列人呢 就照約書阿所吩咐的 按住以色列人支派的數目 從約旦河裏面拿了十二塊石頭 都遵照耶華所吩咐約書阿這樣去做 他們也都將石頭帶過去 到他們所住宿的地方 就是放在那裡 約書阿另外 將十二塊石頭 就納在約旦河中 又台約櫃的祭司呢 就站在地方 直到今天呢 那塊石頭都還在這裡 好了 那麼這裡呢 就有件這樣的事呢 就是納石為的 就是救人被埋葬 在前面有一個吉甲 那這個吉甲呢 就是一個復活的新人 所以呢 其實埃及呢 可以說呢 就是一個帝國 在一個世界 在世俗那邊 那經過曠野之後呢 這個呢 其實是 非常之淒慘 乾旱的地方 患難的地方 那過了這個約旦河呢 那其實就是代表著 在基督裏面 有更加豐盛的生命的 可以 由福音十則十節這裡講 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經過這個約旦河的過程呢 其實呢 就是 亦都是受淨的意思 來的 異議來的 好了 所以呢 在地位上 就是與主同死同復活 就是過紅海這樣 而得救的信徒呢 亦都需要寫記的 在經歷上面 與主同死同復活 然後成為一個德性的信徒 是基督裏 好了 可以看到 我們是屬血氣 屬肉體 而最終呢 就是屬靈的生命來的 好了 亦都代表著 我們首先在世界裏面 但當我們進入在神的 鍛鍊的時候呢 就是開始吃馬辣 或者吃靈的奶 但是呢 去到在基督裏面 真的呢 就開始吃土產 而且要硬吃一下乾糧的 那什麼料呢 好像我現在這樣咯 就是你如果當初 你就享受過神的 封聖的 好像吃馬辣那樣 那還有呢 聽一些很基礎的道 和基礎的信仰的教導呢 就是 零奶了 那當然你來到我這裡呢 就開始聽這麼長篇大論的東西 就是吃土產 吃些乾糧 是難啃的 那你再上去呢 再聽更加深入的 適經那些 再吞得深入一點 那但是呢 會更加 個人更加成素更加豐盛 可以這樣理解 好了 那現在呢 就是由十庭 真是過了約旦河 真是進入應他之地了 而第一步呢 就去到一個地方 就搞了一件事的 就叫吉甲 就是耶利哥 就是進攻耶利哥城之前的一個作戰的準備 那那些作戰的準備是什麼來的呢 約書亞征服加蘭的大本營 這個名叫吉甲 那呢 有幾件事 就是講到行國禮 首如月節 和當時馬那呢 就止住了 國禮 舊約呢 就是神和阿伯拉罕和他後裔納約的記號來的 但是新約呢 就講到真正的國禮呢 在心裏面 意義呢 就是 割除 肉體的情慾和喜好 好了 所以這裏呢 其實就是 全體的軍隊一起行國禮 所以這個地方呢 才叫吉甲的 好了 那就跟著了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 舉目觀行 誰知道 有一個人 手裏面 有拔出來的刀 站在約書亞的對面 約書亞到他那裏就問他 你是來幫我們啊 還是幫助我們敵人的呢 接著他就回答 就說了 不是 我來是要做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接著約書亞呢 就在地下拜 就說 我主有什麼話 你直接吩咐仆人 那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就對約書亞說 將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 約書亞呢就照做了 那脫鞋呢就代表著 離棄自己的道路和世俗的沾染 分別為聖走道主的道路裡面 這個情況呢 跟當年的摩西 在驚激裡面 驚激的火裡面 遇見神的情況 是完全一樣的 好 古老闆的史實呢 就是由吉甲開始 就是對付自己的肉體 就是有個行國禮的情況 全國軍都行國禮 跟著就是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也代表著神 聖靈 而開始進入耶利哥 就是面對淑靈的爭戰 又或者是對付邪靈 好 我們就簡介了 作戰的準備 跟著呢 我們會繼續簡介下去的 回來再講